他还偷偷的给自己买了个房子 那他百分之九十就想跟你离婚了呀 好啊 儿子 既然他想离 咱们就成全他 现在就娶你 我 不 不是的 妈 真的不是的 我真的是想给您买别墅的 我想得到您的认可 我不会和我的老公离婚的 哎呀妈 您别听风就是雨的 双双要是想买房和我离婚 我们现在连他人都找不到 容烈 你别在这儿偷个利剑 我没有 一凡 我只是不想你被骗 阿姨 我真的没有 一凡 赶紧给丽丽道歉 丽丽丽对你多好啊 这房子都差花钱给你买的 你 给她道歉 我 怎么 妈的话你都不听了 道歉 容烈 对不起 只要你别误会我就好 我先带双双回去收拾房间 叶一凡 原来这么护着双双啊 我要是也能有个男人这么护着我 让我住在大别墅该多好 双双啊你等等我 这个一凡啊太不懂事了 莉莉 让你受委屈了 你可别往心里去 放心阿姨 我不会的 我一定会重新抓住一凡的心 把一凡抢回来 对 阿姨支持你 一定把那个赫双双给赶走 对了阿姨 现在一凡的房子我们已经拿回来了 一凡的公司我也会想办法的 让一凡重新回到总裁的位子上 哎呦 莉莉啊 我们家一凡有你啊 真是有福气了 阿姨 后天有一个赫氏集团 举办一个招标会 这些邀请函 你帮我给一凡 我会帮一凡拿下一个大项目 有了大项目啊 就回公司 回到总裁的位子上 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哎呦 太好了 我现在就给一凡送过去 哎 你可好好休息啊 我顺便啊 让那个赫双双 把那个房子给你收拾好 你好好休息啊 哎 好 谢谢阿姨 叶一凡 你别不是好胆 要不是我在国外受了情伤 我才不会回来呢 你要是再敢像今天这样的态度对我 我可不会对你客气 哇 妈脾气就这样 你别跟她还关钱 喝双双 把隔壁房间收拾出来 给妹妹住 好 我马上去休息 等我买了大房子 咱们就搬出去 几千万个房子 就你那点子 还想买得起房子 真是无知 别啰嗦 赶紧过去收拾 妈 儿子 这是莉莉给你的邀请函 后天赫氏集团招标会 给我好好表现 妈 我可以自己争取 我不用容力帮忙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双双 你婆婆也太欺负人了 难道你真的要一直忍让啊 我婆婆本来就不喜欢我 如果我现在强行把容力赶出去 那我婆婆一定更讨厌我 那你就 不好意思啊 我去接个电话 喂 初月 敢跑路是吧 怎么想欠钱不还了 是吗 不不三哥 我就是临时出来打工赚钱的 您放心 我欠你的钱 我一定会还的 说的好听 我只看钱 就现在 先转这个月的利息过来 我 我 别我我我的 三万利息赶紧还 不然我现在就去找你 想必你也知道我们公司的找人实力吧 除非你是死了 不然我们天涯海角都追得到你 好好好 我挂了电话我就转 怎么办怎么办 三万三万 好对 双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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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 接个电话学校这么慌张 双双你帮帮我 我 我小一家的孩子在乡下急手刷了腿 急需三万块钱 你能不能先借我三万 我以后一定还你 好 我转你 看来双双手礼钱还有不少 我得找机会套套话 多让他给我点 然后我就跑路 我已经转过去了 你赶紧给你小姨转过去吧 好 你先接电话 我帮你打造 喂 中管家 大小姐 后天咱们赫尸集团的招标会 要给你先生留位置吗 当然 如果我们拿到招标会的项目 那我老公就真的能东山再起了 好 那我给您和您老公准备邀请函送过去 不用 等我们到门口 我给你打电话 你给我送过来 只能麻烦 是 大小姐 叶一帆要是真的能东山再起 那我要是成为夜市集团的总裁夫人 我还用的主要位置需几万块钱这么东躲西藏 脚筋闹吃的去碰打款吗 喂 你干嘛呢 你干嘛呀 你走了没声啊 你要是不心虚能被我下的 我懒得不跟你说 你很缺钱对吧 你想说什么 别紧张 我们俩各取所需 你要钱 我要人和地位 那你能给我多少钱 只要你能帮我想办法 一起赶走贺双双 让我和叶一帆再续前缘 我给你五千万 五千万 你真的给我五千万 当然 如果你能用最快最好的办法 帮我赶走贺双双 我就给你一个亿 我容力最不缺的 就是钱 一个亿 真的 好 我答应你 我帮你 我要钱 你要人 我刚刚还听见贺双双在打电话 说我去什么招标会呢 贺氏集团招标会 是是 你帮我好好盯着他 赶快想想办法 帮我赶走他 放心 莉姐 我保证不会让你失望的 贺双双 你别怪我 我实在很需要钱 我也想成为有钱人 为何说双双双双双双方 才应该晚在一起 我这老太婆 就不禅寂了 妈 我和双双才是夫妻 这种场合 我的五万零是双双 你一大早就让双双 给你买早餐支开的 然后还骗我说 你身体不适 就是为了让我和荣丽单独相处 怎么 你在跟我求婚算账呢 哎呀 伊凡 你就别让阿姨生气了 我给你当舞伴 难道不比赫双双给你当舞伴强啊 今天这招标会上的人 我可认识一代伴呢 就是就是 人家莉莉啊 多好啊 你们两个在一起啊 多般配啊 走 咱们快去吧 伊凡 阿姨 那我先去换一件礼服 你们刷担一下 哎 好嘞 妈还能骗你 妈 你爱吃的包子我给你买回来了 别喊了 你老公他们早走了 什么 走了 对呀 叶伊凡还挽着荣丽小姐的手呢 看着还挺般配的 别胡说 我跟你讲呀 叶伊凡跟荣丽 根本就是旧情未灭 你还是赶紧离婚吧 淑岳 你那天还说我不该离婚 要帮我赶走荣丽的 怎么今天你的态度转变这么大 嗯没有啊 嗯双双你 哎双双你去哪啊 去招标会 什么 贺双双要去招标会 不行我得赶紧通知立即 我得赶紧通知立即可 你和您的那个愚蜢 你和您的那个愚蜢 地放过来